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蒙物之声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动物园玩耍 而在动物园里生活的野兽也是需要人工喂养的 但是这一项工作也是十分危险的 稍微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 一饲养员在背对着豹子时 豹子试图偷袭他 索性在半路被老虎拦截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另一边一头熊石突然发狂 咬住饲养员不松口 慌乱之中 一旁的母狮赶忙上来帮忙 想要拉开熊石 乍一看是解救饲养员 其实母狮这样是在救熊石 因为当时情况不可控的时候 这头熊石随时会被击杀 就像是那头被射杀的银背大猩猩一样 小孩子掉入水中被银背大猩猩劫持 最终为了解救孩子 工作人员无奈将猩猩射杀 虽然人们看着饲养员天天可以和狮子老虎玩耍 但是这工作真的是十分的危险 亲爱的网友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